大家好,我是可嘉妈妈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这里每天分享各种实用的养生知识 希望能给您带来健康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 请给我点个赞,加订阅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常言道,男不离酒,女不离藕 可见莲藕对女性的功效尤其突出 现在又到了莲藕上市的季节 现在的莲藕,新鲜,脆嫩,特别的鲜甜 女性经常吃一些莲藕 能够起到很好的美容养颜的作用 不仅有助于去痘 还能够让肌肤更加有弹性,有光泽 85岁的老奶奶特别注重保养 看起来像40多岁的 没有皱纹,显得特别年轻 还能够自己爬山,骑自行车出去逛街 都是没有问题 说起老奶奶的养生秘诀 奶奶 奶奶说她尤其爱吃莲藕 经常会用莲藕这样吃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奶奶的养生秘诀 首先要准备一小节的新鲜莲藕 先把莲藕皮消除干净 都说吃莲藕是特别养人的 尤其是女性朋友 那么莲藕到底有些什么功效呢? 女人多吃莲藕的第一个好处 有效地提高睡眠质量 莲藕是很多人的心头爱 其中也含有非常丰富的营养物质 对于我们的身体有很多好处 现代研究发现 经常使用莲藕能够有效地提高睡眠质量 这是因为莲藕当中具有安神清新的作用 每天晚上吃上一些莲藕 能够有效地帮助我们在睡觉的时候 快速地进入深度睡眠 第二个好处就是美荣养盐 众所周知 莲花全身都是宝 莲藕就是其中一项 莲藕具有很好的美荣作用 因为莲藕中的营养成分非常高 而且具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C 具有很强的堪氧化能力 可以帮助新陈代谢 让皮肤更加的光滑细腻 第三个好处就是补血 莲藕不仅富含蛋白质 维生素 还含有较多的铁子 缺铁性贫血的朋友 可以多吃一些莲藕 可以促进血红细胞生成 有补血生血的功效 吃莲藕的第四个好处 就是排毒瘦身 莲藕富含膳食纤维和莲叶蛋白 不仅能够促进肠胃蠕动 还有利于毒素的排出 具有非常好的排毒瘦身的效果 莲藕去皮后把它切成像这样的小块 切好放入锅中加入清水给它浸泡着 防止莲藕氧化变黑 接着准备15克的花生 花生最好选用红衣花生 小小的花生 备受人群的喜爱 不仅仅只是因为它有独特的口味 而是因为它是一种高营养的食物 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维生素B2 钙和铁等 这些物质不仅可以为人体提供丰富的营养元素 而且对健康也能起到促进作用 第一可以促进骨骼生长 儿童和老年人需要大量的钙元素 这个时候适当的吃一些花生 因为花生中含有大量的钙 对骨骼的发育起到促进作用 第二抗衰老 花生中含有白莉螺醇 这是一种生物性很强的天然多酚内物质 花生中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E和维生素C 都具有美容养颜的作用 可以缓解皮肤暗沉 痘痘等肌肤问题 第三防止心脑血管疾病 大量的食用花生可以有效的降低胆固醇 因为花生中含有大量的亚油酸 这种物质可以分解胆固醇 从而排除体外 另外研究发现 每周吃上两次花生的人 患结肠癌的风险会降低50% 花生用清水清洗干净 然后加入清水给它浸泡半个小时 接着再来准备10克左右的环豆 环豆的营养成分是比较全面的 环豆也有豆中之丸的美称 环豆所含的蛋白质为35%到40% 所以又叫做绿色牛奶 环豆脂肪含量15%到20% 以不饱和脂肪酸居多 富有营养神经 建脑安神的功效 防止失眠 神经衰弱 冠心病 动脉周样硬化等症状 环豆中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E B族维生素 无基盐 微量元素 维生素E是人体当中很强的一种抗氧化剂 与红细胞代谢生殖功能密切相关 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失眠患者使用 环豆的特点就是 胆固醇含量非常低 卵磷子 的确很丰富 卵磷子可以使心血管中的胆固醇含量下降 改善血液中的粘稠度 避免了胆固醇在血管中的沉积 软化血管 另一个特点就是容易消化 环豆不仅能够防治许多老年性疾病 更有利于促进睡眠 环豆清洗干净 也加入花生中一起浸泡 再来准备三颗红枣 清洗干净 把果肉剪下来 剪成红枣丁 红枣作为平民的滋补品 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 俗话说 一日持三枣 终生不显老 红枣最大的作用就是补气血 养五脏 养心神 特别是红枣含有比较丰富的铁元素 有特别好的补血作用 贫血的朋友可以多吃一些红枣 接下来把浸泡好的花生 环豆倒入莲藕中 再把剪好的红枣丁也倒进来 盖上盖子 先用大火煮开 再转小火 慢煮25分钟 亲爱的朋友们 视频看到这里了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 请动动您发财的手 在下方给我点个赞 您的支持与鼓励 都是我前进最大的动力 时间到后 我们来看一下 里面的食材都煮得比较软烂了 然后加入少许的食用盐 简单的调一下味 搅拌均匀 就可以装网开吃了 这道汤特别的鲜甜 美味 莲藕也是脆脆爽爽的 非常的好吃 如果想吃甜的 也可以加入一勺红糖 这道汤作为平时的甜汤喝 是非常营养又美味的 女性朋友经常煮来喝 可以帮助我们补气养血 养五脏 织补养颜 强筋骨 对身体的好处真的是非常多 而且平时经常吃一些莲藕 对身体也有非常好的补益作用 可以清血 凉血 经常食用的话 还可以保持年轻的状态 可以很好地起到延缓衰老 淡斑 去皱 美容养颜 如果您隔三差五 煮上一次来喝 一般比同龄人看上去 都会更显年轻一些 比用任何的化妆品都要管用 好了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分享就到这里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